一個小小小的裏面 一 二 四 三 三 四 OK 哇 一 二 四 一 二 三 三 四 三 四 三 一 三 三 四 要十 三 一 三 一 三 一 三 好 好 再一次開帳篷 這一次有沒有信心 有 很有嗎? 等一下撐起來看他會幾次 還是一次成功 影片跟大家呈現 預備 全車的希望 全車的希望 全部喔?兩個都好了? 對 全部好了 全車的希望 全車的希望 笑不出啦 只能靠巧克力 是 是 我要去帶到衛編 欸? 你在這邊幹嘛? 我們帳篷那邊因為有小黑蚊 然後這邊有一個廣場想躲在這裡 結果咧? 然後現在又要移開 為什麼? 因為這裡更躲 要走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愛動物 愛音樂 愛錄影 愛分享的盧小斌 Oh no No 我們今天又來介紹營區了 那這次來的營區的位置 是苗栗的南庄 不一樣的是我們選擇的海拔 是滿低的喔 三百屋 喔沒有沒有沒有 它比你在低五度 是三百四十五屋 那這個營區啊 它雖然是滿低的 但是它裡面的規模平方公尺 滿大的喔 滿有規劃的 它是四千五百坪 這也是就是新開的營區 這個營區的名字叫做 Camping這樣 Camping Camping 對 那因為我也不知道它是新營區 是因為它在招牌上面有寫2021 那我就是知道它在這時候的創立 裡面這分部位置呢 有分A區還有AA區 然後B區跟D區 這樣四個區域作為可以自搭這樣的區域 那其餘的就是小木屋跟懶人露營 那裡面有一個特點 它還有咖啡廳喔 不是你想說老闆我要一杯拿鐵 他就會 老闆今天不想營業 他今天就不營業 所以你要在預訂帳篷的時候 你就要跟老闆在LINE上面做接洽這樣 正常我是不會統一錄這麼低海拔 但是我是被營主的官網介紹文西 那想必它就是一定會規劃非常好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來看看這樣 因為是一個感覺非常有原則規矩的營主 它還有一句名言 就是原則要有 數值才有 沒錯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是有規矩的人 所以我想要來看一下規矩的營主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去看囉 好 OK GO 好 一進來呢 營主在上面的LINE上面有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它前面會有貨櫃屋 你就在這個貨櫃屋 白色貨櫃屋 對 然後你就可以告知營主說 喔 我已經到這個營區了 或是你自己進去咖啡廳裡面Check in這樣 不能開上植草磚喔 要在貨櫃前面等 植草磚 植草磚 咖啡在這裡 貨櫃屋在這裡 那要去咖啡廳報道 但是你不能開上這個走道 你要在這邊等 然後從左邊的走道上去 植草磚 對 來人家的營區就照人家的規矩走 它的營本部 它一走進來就會看到營本部 那營本部旁邊就是夢幻帳 夢幻帳也就是我們常常俗稱的懶人搭帳 那裡面呢都是以白色的風格為主 夢幻屋有四帳 那旁邊就是他們的衛浴 也有手扶梯上去 就是剛剛我們鎖的咖啡廳 因為剛是我下車來看了 要跟營主接下 然後我就看到 它也非常有個性的留著這個白色 什麼意思 蛤 可麗路耶 它有賣耶 營主 busy 不要搞事 謝謝 咖啡廳不爽音樂 不自律 不守法 滾 阿魯巴 他說要給你阿魯巴 然後托盤請放長椅子上 謝謝你 你看還是有禮貌 座右銘也要寫下去 你出社會你一定會遇到很多 這一類想要鑽小漏洞的人 你就叫他滾 這種在營主的規則裡沒有用 對 就滾 然後四帳完之後你再往前走 就是跑到自搭上的地方 等一下這裡是碎石 那為什麼我們不租這邊 來營主的場地請照營主的規矩 它不開放就是不開放 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看有大片 因為我在預訂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看哪裡有碎石 那我就是默默的不好意思問營主 說我可不可以指定碎石 我不敢問 然後現在這邊是AA區跟A區 A區是上區 上面我實在看不清楚是哪一區可以搭幾張 營主在上面有寫說全區容納搭帳 是可以搭19帳 不知道怎麼分配哪一區是幾個位置也不知道 預訂的時候你就跟營主講說你有幾個人要來 對啊 他會幫你安排 他就直接幫你安排這樣 然後AA區旁邊就是廁所 所以其實很方便 廁所的規劃位置也跟我們那一區很相同 一樣的 而且吸收爐也香香的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公開我們的廁所給大家看 好 走吧 我們再上去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工作位置 哇 他們還有自己的怪獸 民主應該是很有錢的肉 那怪手不便宜 嗯 那上坡上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廣場 有點類似交易亭吧 他也沒說這是什麼區 反正就是一個你可以在這邊烤肉吃飯 然後冰箱飲水機都在這裡的一個區域位置 這邊就是烤肉然後有洗手台 走到底就會往B區 那B區也是唯一可以看到落雨松的地方 樓梯這樣下來就是B區 那B區的那個角落是有落雨松可以看的 所以季節對的 你一定看得到落雨松 那B區可以搭幾張 反正你就是聽營主安排就對了 好好好 講了幾次 這邊就是B區的廁所 旁邊那個卡齊色 咖啡色的地方就是 營主八間的星空屋 然後分一號二號 外面一樣給你們做燒烤使用 然後二樓就是 躺在床上看透明的屋頂看星空 它的屋頂是透明的欸 對啊 那星空屋走到底 後面還會有多一個屋 旁邊就是D區 那D區有兩個洗手台 所以我預判應該是可以搭市場 然後D區旁邊有一個步道 看一下是什麼 然後它那個建築物真的很美欸 很像日式的建築物 應該是別人家 然後我們就遠看就好了 過來就是廁所 就是我們剛剛B區跟星空屋共用的廁所 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鏡子跟桌面 其實非常的長非常的大 你可以在這邊使用非常方便 你可以當化妝桌啊 然後在這邊化妝 旁邊就是洗手台 然後也有吹風機 進來的時候呢 就是有分男女廁 然後營主他一定沒有抽煙 因為他有禁煙標誌 上面還會說 入內禁止吸煙 因為會少日備愛 好那這邊就是男生廁所 男生廁所 我剛剛有上過 上嗎 給大家看一下 男廁是乾淨的 覺得好像燈光有點不足 但是OK啦 有附沐浴乳洗髮精 也有置物加 對對對對對 這邊還有一間很大間的廁所 那個廁所應該是 身臟人士可以做使用 規劃 應該不是吧 旁邊手把都沒啊 那對不起對不起說錯錯錯了 親子給爸爸媽媽一個大大的方便 就是親子使用 欸不對啊是身臟 好沒關係 身臟也可以使用 爸爸媽媽媽帶小孩的也可以使用 那女廁裡面的規模其實也就是 這邊是廁所馬桶 一樣是乾淨的 是淋浴 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廁所等級跟 迎娶我稱它為五星級的 所以就是OK的 這就是它的廁所 我們動物園看看 要小心喔 怕有什麼東西跑出來 這個地方真的非常適合親子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 會不會狗狗衝下來 不知道 衝下來再說吧 我很怕喔 哇 欸小鴨子 原來就是你們的味道呀 然後還有三羊 有一隻羊少一隻腳 哎呦怎麼會這樣 那那個是馬對不對 羊 那個咖啡色的那隻 也是羊 也是羊 所以有喝不完的奶奶可以喝 我不確定是公的還沒有 那這就是整個營區的介紹 我們就要回去我們的位置 怎麼忽然沒聲音呢 今天來的時候 這邊的洛宇松都掉光光了 看一下掉光光的樣子 我現在是感受 淒涼的營區 淒涼的洛宇松 那你就在這邊 淒涼的Ending 好 哇 淒涼的洛宇松 好啦 這就是我這次簡短的介紹 那要住一個晚上 才能知道感受度如何 先這樣 待會見囉 好 好蛋喔 去哪裡學的啊 也太強了吧 是嗎 零蛋 如意金針菇肉卷 世事如意 哇 好啦 還沒 白芝麻 吃 哇 哇 好漂亮喔 真嫩多汁 沒有意味的感覺耶 也有飯很好吃 看我這個樣子就是剛剛洗完澡 好我現在要來跟大家總結 這個叫做什麼 去吧 第一個我要來跟大家分享衛浴環境 衛浴環境因為我剛剛 是我第一個優先率領使用 我覺得它衛浴環境其實都很乾淨 然後很好 然後空間也很大 給你一起用起來也是非常放鬆舒適的 那只可惜可能是我的身體的狀態 我覺得 對我來講熱水已經轉到最低了 已經完全不夠轉了 我還覺得不夠熱 等於說沖這邊這邊就很涼 是溫偏冷的那種 我覺得不夠 它水柱強嗎 水柱也不強 然後因為地方是因為 它掛蓮蓬頭的地方 它中間還有隔著一個牆壁 所以你在洗頭的時候 我是凹腰 然後這樣子洗 因為你屁股比較碰到水龍頭 你是洗比較熱的人 你覺得不夠 它有附浴液乳跟洗髮精 也有吹風機 然後吹風機 我試了兩台 為什麼要試兩台 因為我在試第一台的時候 一台已經凹凍 那另外一台在捲的時候會有怪聲音 我覺得如果人多的時間來的時候 你自己要憑暈氣看看 你的吹風機難道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所以那邊有兩台以上的吹風機 左邊一台 然後右邊兩台 就是堪用這樣子 如果你不嫌棄 要不然你就自己帶 那就是衛浴環境 第二個是環境舒適 環境舒適呢 我們其實來這邊的時候 我們主題其實是想要看 駱鱼松 但是駱鱼松我們也知道這個季節 駱鱼松已經 尾巴了 那也來兵臨 他在享受這邊的大自然 那為什麼還想來呢 因為銀主感覺很有個性 在Google評論也有人說 因為是銀主的個性 然後讓他也想要來拍 就是我們光說水了 所以我們看到評論這樣講 再加上他旁邊也有一個 有趣的動物園 但是當你在他旁邊 一點都不有趣 對 我跟妳講 網路上有人說這是羊燒味 是羊燒味嗎 是喔 我不知道 因為他有四頭羊 然後所以你在這邊來的時候 那種風一飄過來 你在他的下風處 動物園味 反正就是動物園味道 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 動物園一日遊的話 你想要跟他一起共住 一個晚上的話 你可以試著來這邊住住看 這邊也非常好 如果你有帶小孩 然後他應該會很高興看到動物 那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然後那駱鱼松的話 我相信那是一整片掉落下來 在地板上都還是可以清楚可見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沒有機會看到 那就是環境舒適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分享的是 銀主 喔銀主 銀主的話 我從頭到尾都是用LINE跟他接觸的 我們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他人 招呼我們的是 他說工作人員 所以銀主基本上 目前為止到晚上 我還沒看到他 無言見到如山真面目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也不知道 哪一個是銀主 或許他每次說工作人員 那個就是銀主 或許 那銀主當然 他只是規則上面 有一針見血 但我覺得實際上跟他相處的話 並不會有那種距離感 而且啊 鄰居的狗狗 有進來這個營區 造成我 那時候去上廁所被狗追了 然後我立馬跟他講 他立馬幫我處理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感動 之前的銀主 沒有立刻處理 還說叫我跟他 叫他黑皮 他不會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都已經來不及了 好不好 你已經可以 你可以出一個被狗追的營區 尤其 唯一 大概已經被追了三四次了 不知道 就吸引力法則吧 越怕越遠 唯一的遺憾就是 沒有見到魯山正面 好那最後就是交通部分 交通部分就沒什麼問題 就是 大南裝7 然後一路只只開過來 嗯嗯嗯 那海拔就是345嘛 所以沒有很高 所以蠻快的到了 對 那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以這個營區 你推薦哪一區啊 你如果想要看小鳳屋 就我們這區啊 B區啊 你小動物就在旁邊 你還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 拍翅膀 爆爆爆爆爆爆爆 你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你就是跟他講幾月幾號幾帳 對 他就會幫你安排 那這就是這次的營區分享 那我們這次來到了營區就是 阿路吧 對我都忘記 啊對 我們這次來到的營區就是 阿路吧 對 這就是我們以上的分享 那記得喔 如果想要知道我 現實動態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那我IG一樣也會放到在上面喔 最後 我還會再拍更多有趣 好玩的露營 營區分享給大家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 開啟可愛小鈴鐺 哈哈哈 掰掰